英特尔的12代Cray 也就是Elder Lake架构的CPU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了 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用户早就已经能买到12代了 尤其是在桌面端 这个东西确实给我们DIY玩家有不小的惊喜 总算是摆脱了11代桌面端开倒车的这个窘境 不过桌面端的问题解决了 移动端轻薄本还有问题呢? 你想想看 之前英特尔的笔记本的低压处理器 规格上是不是有点太抠了呢? 隔壁低压都早就给到8核了 英特尔的低压一直是祖传4核8线程 甚至去年还推出了像H35这种4核标压处理器 简直是看成脚屎棍 英特尔的低压处理器什么时候才能给力一点呢? 这次的12代看起来或许就有希望了 这次我也搞到了一台机器 是这台微星的Summit E16 FlipEvo 这台机器搭载的就是i7的1280P处理器 这个应该叫比较高的低压了 我们待会好好聊一下这颗处理器的 但是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配置吧 这是一台15.6寸的商务本 厚度大概16毫米 重量1.9公斤 这个机器一看就知道是干活用的 16比10的15.6寸大屏 配上金属机身 有小键盘和全尺寸的方向键 有一个巨大的触摸板 接口也比较多吧 这里有两个雷电4 两个全尺寸的USB3.2 一个HDMI2.0 然后有TF卡读卡器 3.5耳机孔 还有一个摄像头的硬开关 另外这个笔记本也搭载了Tobi Aware 这个是用来防窥用的 检测到其他人的时候会模糊你的屏幕 再加上它支持Windows Hello的iR摄像头 4麦克风 还有指纹识别 还有一个可以360度翻转的触控屏 再配上手写笔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商务的机器了 这台测设的机器搭配的是16G DDR5-4800内存 然后它的电池容量是82Wh 待会我们会特别关注一下它的续航表现 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来看一下i71280P的性能如何 i71280P属于12代酷睿多出来的一条新的产品一线 就是P28 之前的H35是拿更低规格的U系列超频做出来的H35 但是今年的P28则是拿标压H45降频做出来的 这就意味着它保留了标压处理器比较强的规格 比如说我们今天测的i71280P 它就是一颗14核20线程的处理器 6大核8小核 和游戏本上的12900H是一模一样的 缓存也是24M 核显也是96EU 唯一二区别就是首先1280P的功耗是定的不一样的 标压的H系列的PL1是45W PL2是115W 而到P系列这边就是28W起步 64W的微屏了 另一个区别就是砍了一刀PCIe P系列把游戏本上的PCIe 4.0x8的独显通道砍了 只留了两条PCIe x4的通道 所以接独显的能力带宽比较差一点 我觉得这个带宽可能顶多就带3050Ti 在网上就会有损耗了 砍PCIe我倒是觉得挺正常的 毕竟是低压处理器 最重要的还是功耗 砍了PCIe之后 其实比较有助于控制核外功耗 在后面的测试里 你就会看到这一点对续航起到的作用了 不管怎么说 这颗1280P的CPU部分 规格还是挺给力的 14核20线程应该说在低压处理器上是前无古人 除了i7-1280P之外 整个PCIe里还有好几个产品 这个里面我觉得最香的其实是i5-1240P 它其实是跟i5-12500H一个规格的 相比i7缩减了缓存和核显 但是它的核心规模还是保留了12核16线程 4大核8小核 这个比起往年的4核低压i5 确实可以说是提升巨大了 很适合放在一些4000多架位的机器上 当然了 这个几爆牙膏的PC主要还是为全能本 还有高端商务本服务的 毕竟它的目标功耗也有28W了 它的底下还有一个U系列 目标功耗15W 这个U系列才是给真正的轻薄本用的 不过U系列的核心规格 相比P系列是砍了不少的 最高的i7也是两大核 8小核 而且过一段时间才会上市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表现如何吧 今天我们就先来测试一下手里的这颗i7-1280P 对比的竞争对手是AMD的5900HS 和刚刚上市的6900HS 以及英特尔上一代的H35 i7-123700H 这三轴的目标功率都是35W 在产品定位上会和我们今天测试的1280P比较接近 那么废话不多说 赶紧就开始测试吧 首先我们打算在完全放开功耗限制的情况下 跑一跑这几款CPU 看一看它们不受限的情况下 发挥最大潜力表现如何 哦 如果不限制功率 那么这颗1280P的表现似乎是相当不错的 Cinebench 223的多核成绩 i7-1280P可以跑出15768分 这个性能相比上一代H35已经翻了一倍多了 并且它也强于Ryzen9 6900HS的极限 甚至已经干过了上一代的顶级标压处理器i9-11900HK 当然和这一代的12代标压还是没得比的 这个毕竟是DRCPU嘛 就算放开功耗也跑不到12700H的PL2 我们实测在微信这台机器上 CPU的峰值可以跑到将近80W 前两轮的稳定功耗有65W 这个其实也挺高的了 毕竟基础功耗只有28W 65W对于它这个定位的CPU来说 已经有点高过头了 也就这种性能本能够释放出来 普通的轻薄本肯定是开放不到那么高的功耗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测一下 轻薄本或者全能本常用的那些功耗段 我们把参测的四颗处理器分别定在25W、30W、35W、40W和45W 五种功耗下分别来跑一下测试 然后我们绘制出一个不同功耗段上的性能曲线 这下的结果就比较有意思了 看来12代酷睿尤其是像1280P这么庞大规格的CPU 对于功耗还是挺敏感的 削减功耗之后反而性能就不划算了 稍微加一点功耗表现就会提升一大截 这个和隔壁的Ryzen是很不一样的 具体来说35W以上i71280P的表现是可以领先于Ryzen9 6900HS的 但是在35W以下的低功耗段 它的性能就要差点意思了 低功耗下都是打不过6900HS的 这么陡峭的曲线让我感觉14核的规格扔到轻薄本上还是有点太勉强了 有点想马上跑又想马上不吃草的意思 这颗i71280P还是适合那些散热充足的全能本去使用 对于真正的轻薄本来说我觉得没准 U系列2加8的规格反而会更合理一点 另一方面 Intel在12代上用的Intel 7也就是10nm工艺 虽然比起之前的14nm有了巨大的进步 但是与此同时AMD那边也在追求先进工艺 像6900HS用的就是台积链的6nm工艺 那么Intel想要继续保持领先 还得在支撑上再加一把劲 那我们就要看接下来Intel 4工艺 也就是所谓7nm能不能再次带来大的改进了 看完了多核之后 我们再来跑一下单核的性能 这个就是12代的强项了 Golden Cove大核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见过了 再加上i71280P的单核锐片可以飙到4.8GHz了 这可是一颗低压处理器 已经和标压的12800H一样了 自然它的单核性能就用不着担心了 R23跑下来我们可以跑到1815分的单核锐 这个对于一些办公场景 还有像PS这种单核敏感的软件 应该会比较有利吧 既然说到了办公软件 我们就别光跑渲染了 干脆就来跑一下办公软件看看 PCMark10可以直接测微软Office套件的性能 那我们测下来 在World Excel PPT这些办公软件里 1280P确实有不错的表现 其中单核比较重要的World 1280P的领先幅度是比较大的 响应速度上是有显著的提升了 而对于多核和IO性能有一定要求的 Excel大型表格领先幅度相比Ryzen要小一点了 总体来看Office办公性能上1280P还算是不错 与此同时我们也测了Autobe的创作类软件 1280P发挥的也还可以 由于单核多核都很强 所以1280P在PS和AE中都取得了领先 而PR中的情况则是有些出乎意料 1280P在PR当中是玩虐了在座的各路对手 这倒不光是因为CPU性能 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益于英特尔的核显 因为1280P的核显编码性能 仍然是要比AMD强不少的 再加上这一代CPU加了这么多核心 所以在视频工作上它的表现还挺不错的 这代的核显本只要内存足够 剪辑4K60帧的视频也不是不可能 除此之外 我们也测试了7zip的压缩和解压性能 这方面1280P似乎和AMD那边是半斤八两 英特尔在压缩性能上表现更好一点 但是解压性能要输入给AMD了 还有一个可能会买全能本干活的就是程序员了 我们这次测了VS的C++编译 这个是对多核性能提出了一些要求的 不出意外1280P依然是这个里面最快的 2分36秒就编译完了Dolphin测试项目 比起6900HS还要再快上一些 各种工作场景我们都测的差不多了 从性能上讲1280P似乎确实还不错 但是有一个悬念依然是我比较好奇的 可能你们有些观众知道 12代的标压处理器 虽然IA功耗核心能效还不错 但是SA功耗或者核外功耗却非常好 这就导致它在待机或低负载的工作状态下 白白耗了很多电影响到它的续航 那么这个问题在P系列的处理器上有没有解决呢? 为了研究这一点 我们记录了PCMark办公测试时的SA功耗 至少在我们测试的微星热台机器上 核外耗电确实有所改善 本来12700H跑这种低负载的场景 哪怕像我们测试的华硕机器 优化已经比较好了 它的SA功耗也要跑到将近5W 甚至都不比核心耗的电少多少了 那我们在其他优化差的机体上 甚至测到过高达7W以上的SA功耗 那还是挺吓人的 那P系列的表现如何呢? 至少这台1280P在跑PCMark的时候 它的SA功耗降低到了2.2W 虽然比起AMD以及去年的11代酷睿 这个2.2W的SA功耗仍然是明显偏高的 但是比起我们测试的12代标压的机器 确实都是稍微有一些进步吧 算是上课接受了 SA功耗的高低不光是看处理器的 很多程度上也是取决于机器的优化 具体机型的优化 所以我们还需要测更多的机器 才能下这个结论 不过从我们目前测到的P系列来看 情况普遍比H系列标压要稍微乐观一些吧 SA功耗的改善 其实某种程度上你要感谢外围规格的缩水 12代的外围堆得太狠了 塞了很多不一定能用上的新特性 就会比较臃肿 很多时候盒外是白白耗电的 而P系列上来就砍了PCIE的规格 借此也是稍微改善了一点耗电问题吧 我们实测下来 这台微星在PCMark10的办公场景 续航可以坚持大概11小时20分钟 对于一台82瓦时电池的机器来说 这个大概算是一个正常的续航水平了 由于所以现在这个SA功耗仍然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最后我们还得来聊一聊核显 12代Corel搭载的核显和去年的11代Corel 在架构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规格也没有任何改变 还是最多96EU 但是3DMark Time Spy的成绩却有了一些提升 1280P可以跑到将近1900分了 相比11代Corel还是强了挺多的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12代Corel略微超了一点频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内存的功劳 实际上我们这次测的H35 还不是11代最强的核显水平 因为它的内存是DDR4-3200的 我们再加入一个LPDDR4-4266内存的1265G7对比的话 你会发现这三个核显的性能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强 更高的GPU频率和DDR5更高的内存带宽 都为这个96EU的XE核显带来了一定的性能提升 不过话说回来 12代就算是核显受益于内存有一定提升 和隔壁的新款RDNA2的核显比起来 那还是差太远了 这也是意料之中了 毕竟整个Ryzen 6000系最大的优势就是那个核显了 这个XE核显打游戏到底能跑到什么水平呢? 我们也是尝试跑了一些大作 像最近比较流行的老头环硬件要求还是挺高的 拿这个核显开720P低特效 你也就跑个40帧的老头环吧 战神也是勉强能玩的水平 720P能跑个40帧左右 压力最大的2077在720P下跑了也有39帧 说实话比我预想要稍微好一点 但总体来说还是图一乐的水平 如果你玩的是配置要求稍微低一点的主流游戏 它倒是能满足需求 比方CSGO的话 大概1080P能跑到180帧 表现就还行吧 能玩了 包括原神 如果你开1080P低特效 也能跑到60帧流畅运行 反正核显这一代其实并没有着重提升 目前的核显也就凑合完的水平吧 好了 我们简单测试分析了一下这颗i71280P的新的低压处理器 其实不能完全叫低压了 这个都有28瓦了 应该叫准标压 总体来说1280P在性能上还是很强的 毕竟是标压下放14核嘛 这个硬规格摆在哪儿 但另一方面它的性能功耗曲线 似乎不是很利于往低功耗的方向去跑 所以你要想发挥出性能就必须给足功耗 再加上它的核外功耗依然有点高 待机依然不够节能 这让我对于它能不能在轻薄本上使用 是比较怀疑的 我觉得1280P比较适合的是那些比游戏本轻薄一些 但是又有足够的散热能够实现一定性能释放的全能本 或者是创作类的笔记本 比如我们今天测的这台微星的Summit E16 FlipEvo 像这种类型的机器可能会比较符合CPU的定位吧 这种笔记本属于比较看做工的商务本 又有一定的便携性的同时也给了足够的散热 至于12代真正的轻薄本表现又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等到15W的U系列出来 我们才能下这个定论 好吧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长一点点赞订阅三连 也别忘了到我们的淘宝店 集团的店来看一下我们的各种周边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